半个多小时后 何志强等人带着关雅南回到了刑警队 在刑警队的审讯室里 关雅南被新小军戴上了手铐 那一刻他大喊大叫着 他早已经不再哭了 他拼命地顽抗着 他似乎觉得刑警队的人还在敲山震虎 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何志强不声不响走到他的跟前 慢条思理地说 关雅南 你说应该怎么样对待你才对呀 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我会控告你们 他依旧大喊大叫着 别演戏了 何志强吼了一声 这让关雅南吓了一跳 何志强接着说 你还在这装模作样大喊大叫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跟踪你很长时间了 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刚才你在办公室的时候 开始你还告诉我们 你和那个姓吴的女人不认识 后来你又承认你认识她 但是拼命抵赖你曾经去过她那儿 你以为我们是在识认识 你以为我们是在识认识 那天我真的没去过那儿 有人可以为我证明 关雅南依旧狡辩着 谁可以为你证明你没去过那儿 那天晚上我是和汤昭帝副市长在一起吃的饭 他可以为我证明你们可以去找他 何志强犹豫了一下 这才说道 那好 你告诉我 你和汤副市长分手时是几点钟 关雅南也同样犹豫了一下 这才说道 大约晚上十一点半 那好 那你告诉我们 你是什么时候去过那儿的 何志强问道 关雅南根本就没想到 何志强会这么发问 他还是犹豫了一下 这才说道 我 我在之前曾经去过那儿 何志强紧追不舍 马上问道 具体点说 是哪一天 几点钟 这 是 关雅南像是回忆 当初去吴小春家的时间 接着 他又像是终于响了起来 是 前几天 是星期三那天 是那天白天 何志强点燃了一支烟 不静不慢地来回走着 他一边走 一边说道 那是吴小春 搬到这儿的当天 关雅南根本就没有犹豫 马上说道 当天 就是搬进去的当天 那天 你都带什么去了 什么也没有带 关雅南又是一阵犹豫 最终又重复了一遍 没带 什么也没带 此刻 更加证明何志强的判断 关雅南 一定是在另外的房间去过呢 何志强对新小军说道 小夕 你把那个化验结果 拿给他看看 新小军从一个塑料袋里 拿出了公安局技术处的检验报告 他说道 那天晚上 不仅有人看到过你去过那个小区 还有人看到你的帕萨特轿车停在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 你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而那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比较差 整个小区内根本就没有硬服干 所以 尽管你为了避开侦查设限 是一个人开车去的那 但是你没有想到 不仅有人能够证明你的车子在那停留过 而且 这份检验报告还能够证明 你的轿车轮胎上的残留物质 与那个小区 你停留过车的车位上的物质成分 是相同的 因为那个小区 曾经做过某化工厂的堆料厂 因为开发商的不负责任 那块泥土中 至今还含有明显的硫磺成分 你想不到吧 你总不能说这是一种巧合吧 何志强接着说道 你还想说 你那天晚上没去过那儿吗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是去过那儿 可那是白天去的 而不是晚上 你不要混淆了时间概念 你是白天去了那儿 可那是星期三的事情 而不是星期四 关亚男没有再说什么 那好 我再让你看一样东西 何志强说着 向新小军示意了一下 新小军又把另外一个塑料袋 从桌子底下拿了出来 递到了关亚男的跟前 关亚男仔细地看了看 那个塑料袋里装着的 正是何志强曾经拿出来 让吴小春租住的出租房的房东 也就是那位中年妇女看过的 那只看上去只是一只旅游鞋形状一样的玩具 这个 认识吧 新小军说道 关亚男没有说什么 他的脸上已经是大汗淋漓 他的眼睛还是在那不停地转动着 何志强没有等他说什么 就说道 这是在爆炸中心那层楼里发现的 虽然已经被烟熏成了这个样子 你还是应该能看得出来吧 这不是一只旅游鞋 而是一个玩具 是一只变形金刚玩具 这是在那个女孩尸体附近发现的 你应该知道 我们给你看这个东西的意思吧 关亚男仍然没有说话 他脸上的汗珠依旧往下躺着 新小军接着说道 这是星期四那天下午 你去一家外国商品专卖店 特意为你的女儿买回来的 而那家专卖店 自从进了这种玩具之后 只卖出去过一个 而卖这种玩具的商店 我们已经去了解过了 那儿的服务员不仅能想起 那天下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把这件玩具买走了 而且人家还注意到 你的前额的地方 有一撮头发是灰白的 虽然你已经染过了 而这段时间 靠近发根的部位 又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想听你说一说 这件玩具是怎么就会到了爆炸现场的 我再提醒一下你 你说你的确是白天去过那儿 那是星期三的事情 而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个变形金刚 你是星期四下午才拿到手的 你说你是什么时候把他送到你女儿手中的 关亚男突然大哭了起来 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 不停往自己的头上打去 新小军走上前去 劝说道 你还是不用这样演戏了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呢 关亚男的防线 终于崩溃了 他慢慢停止了哭喊 说道 我说 我说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 我是个浑蛋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他们 我对不起他们娘娘 实际上 那是吴小春搬进那栋房子的第二天下午 关亚男接到了吴小春的电话 吴小春让他再去他那儿一趟 因为刚搬到那儿 有一些事情需要办 他告诉他顺便买些东西送去 买完东西之后 他又想到已经答应女儿 要给他买一个变形金刚玩具的事情 那是他不久之前 在电视上看到广告后 才知道的 关亚男当时就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他想起这件事情后 特意又开车 去了那家外国商品专卖商店 买下了那个变形金刚 于是 他把它放在了轿车的后备箱里 到了晚上 他去酒店和汤府市长见了面 当离开那家酒店的时候 他先是送走了汤昭地 送走汤昭地之后 关亚男坐进了轿车 晚上 他是一个人开车去的 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并没有发动轿车 他犹豫着 应该去哪儿 几分钟之后 他踩动了油门 加速朝着吴小春 刚刚搬去的临时住所开去 当他见到吴小春的时候 吴小春还没有睡 当他走到他跟前时 他被吓了一跳 他并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晚才到这儿来 吴小春说道 我以为 你今天不来了呢 你怎么连门都没有敲 就进来了 昨天 你不是给了我一把钥匙吗 我怕太晚 敲门会吓你一跳 关亚男走到 吴贝贝的房间 看了看他睡得咸甜的样子 他趴下身子 在他的脸上 轻轻吻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吴贝贝竟然醒了 他叫道 爸爸 变形金刚给我买来了吗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呀 关亚男马上从身后 拿出了那个变形金刚 在他眼前一晃动 吴贝贝立刻就明白了 他挣扎着坐了起来 爸爸 你真好 给我 给我 快给我 关亚男把玩具递了过去 在吴小春的帮助下 吴贝贝把变形金刚打开 他看了又看 接连变了几种形状 他还想接着玩下去 吴小春说道 听话 啊 明天再玩 早点睡觉 现在不早了 吴贝贝不得已 只好抱着那个变形金刚 躺了下来 那一刻 关亚男的眼睛 像是潮湿的 回到吴小春的卧室之后 关亚男什么也不说 站在旁边的吴小春 看到这一幕 他问道 你怎么了 像是有心思 是不是 为了我说的那件事情 不不不 别想那些烦心的事 没什么 我会处理好的 吴小春把他抱住了 他并没有亲吻他 只是把自己的头 埋在他的怀里 什么也没有说 关亚男说道 我昨天来的时候 司机开车 我买东西往这送 容易让他产生想法 你就是今天下午 不给我打电话过来 我也想再过来看看你们 可我是不应该来的呀 至少得回避几天才对 我想告诉你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想办法 去青山镇 给你买一套房子 换个地方 也换个环境 再等两年 我退休了以后 就去那儿和你们一起住 也离我家那个黄脸婆远一点 免得她上你这儿 再找麻烦 今晚不走了吧 不啊 我得回去 以前还行 现在如果哪天晚上不回去 第二天 她都可能会闹到局里去 我打电话让你来 除了需要一些东西之外 就是总有一些心神不安的感觉 就是还想再见到你 你既然这么晚才来 又不能住在这儿 就早一点走吧 我都困了 也应该睡了 关亚男从床边站了起来 向门口走去 他站在门口 紧紧地抱住了吴小春 那一刻 吴小春也像是被感动了 他同样紧紧抱住了关亚男 久久 久久 最后 才恋恋不舍 把手松开 这时候 关亚男突然又想想到了什么 他问道 你刚才说心神不安 是怎么回事啊 又有人来找过你 是有人来过 不过没见到我 我给你打过电话之后 你没有马上来 我只好带着孩子出去买东西了 不然 我们连晚上吃的东西都没有 回来之后 我发现了他们 他们没有发现我 我躲过去了 他们走了之后 我才上楼的 你说的他们 还是指 我昨天刚走之后 来过的那两个 自称是检察院的人 还是那几个人 他们肯定还会来 来找我 我真是很紧张 关亚男想了想 又拍了拍吴小春的肩膀 没事 没事 过几天就好了 关亚男嘴上这么说 可心里却是害怕极了 此刻 他最害怕的 就是那些人真的再一次找过来 吴小春 吴小春作为女人的那根脆弱的神经 能抵得住那么强大的攻势吗 此刻 他把那天见到汤昭帝和唐明检察长时的那种感觉 彻底否定了 他感觉到 一定是有人在关注自己 只是自己不知道 那些关注自己的人 既然不是市检察院的人 还会是谁而已 想到这儿 他的心里是越发紧张起来 关亚男下楼之后 把车子开到能够看到吴小春房间窗子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一个人待在车里 车上几乎没有一点亮光 此刻 他的脑海里不断呈现出他和吴小春认识时的场景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天 关亚男去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时 走进那家公司的售楼处 在那些售楼员当中 一个长得特别标致的女孩 一下子俘虏了关亚男的目光 她像是鹤立鸡群 木袖肤白 看上去像有几分矜持 这个女孩 就是后来投入关亚男怀抱的吴小春 其实那时候 吴小春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 她也是一个职业高中毕业的学生 已经在一家工厂里工作了 关亚男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他们爱的航船 关亚男和吴小春的远航 还是那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功务 那个开发商 看出了关亚男对这个女孩 有了几分好感 她为了在项目开发方面 得到关亚男的帮助 于是在此后的一次吃饭时 特意叫上了吴小春陪客 而吴小春 就是这次与关亚男的接触之中 让他那原本纯洁的灵魂 坐上了关亚男那兽性的快车 而他那不劳而获的物质欲望 如同刚刚开通的弟子头快车锁 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关亚男心里明白 他和吴小春认识之后 尤其是和他有了肌肤之亲之后 吴小春确实让他年轻了许多 他可以让他兴奋 可以让他快乐 可以让他尽情地发泄着 在他的夫人身上找不到的那种感觉 吴小春也有让他不满意的时候 那就是他没有告诉过他 他已经怀孕的事情 当他怒吼着嚎叫着 把他痛斥得毫无招架之力的时候 他还是接受 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 不久 吴小春生下了他的女儿 当吴贝贝已经能够张开忽善忽善的大眼睛 直愣愣看着他的时候 他竟然和吴小春一样 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孩子 而那种喜欢 的确是发自内心的 对他 他就像在哪里 他也有点图的 他就像在那一样 一样 他就像在那一样 成功了 你还说 你还说